哈喽老铁们 今天干了一个600门起步驾的活 来之前东家只跟我说修路 来了之后东家跟我说 左边的这个坡不能动 右边的这条路也不能填 那么经过商量就只能把这条路降低 让它抖一点 达到宽一点的目的 这时候东家突然跟我说 这条路它只需要2米5宽 这时候我在想 我挖机底盘就是2米5 如果只修2米5宽 我挖机一点摆动的空间都没有 这样肯定不行 更何况外面的这个坡 可能还有湿头 可能会垮 刚刚好那么宽 我做事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如果右边的坡空了 那我不凉凉了 不过东家要求2米5 它就算是要求2米 我也能跟它修好 我使用的方法就是 把路降低的土 先不要把它丢掉 挖机一边往前面开 一边把修出来的土填到自己脚下 就这样一直顺帆的往脚下填 往前面开 注意填的这些松土 只是淋湿的做了一下挖机能够通过的路面 所以就算填宽一点也无所谓 填的越宽 挖机越好操作 就这样 当我一直顺帆到需要修路的终点 这时候因为东家路只修那么宽 所以我上来的机会也就只有这一次 就是要我一次性给它把坡豆降好 然后一边后退 一边把所有的松土 给它甩到右边的万丈深栏 老铁们啊 我重复说一下 像比较大的机子 修这种比较窄的路 先把挖出来的松土填到自己脚下 起到临时通过的作用 然后就可以这样一直顺帆到需要修路的终点 再然后从终点一直往后面收 收到东家需要的宽度 同时进行还需要做的就是左边跟右边的坡 把坡上的松土清理干净 让它看上去有一条路的样子 最后有条件就给它抹抹平 没有条件收平了也可以 像这种用石头修的路 可以用斗这样去抹 把所有的松土给它抹完 露面看上去就会更干净 最后就把这个主路上面的土清理干净 这个扫平露面需要的步骤就是 头一次清理掉露面90%以上的土 并且一边清理 一边还需要大致搞瓶 这样当你最后详细搞瓶露面的时候 挖机无时无刻都处于平面状态 并且扫平的时候露面的土就会很少 这样不仅可以露面清理到更干净 而且对挖机旋转的磨损也是最小的 好了今天的活就这么多 每天小赚几百生活多汁多彩 感谢老铁的点赞加关注